我内在的那个状态 我就以它为标准了 外在的流行的变化 我不为所动 这就是圣人 圣人处无为之事 什么叫无为之事 不动心就叫无为 外面说投资这个好 投资那个好 心里面想 我不投资还挺好的 外面说这个会贬值 那个贬值 我当它不发散 我觉得管它贬值也好 不贬值也好 我觉得都还挺好的 那么我就拥有了圣人的智慧 我就拥有了圣人的标准 那么外在的各种各样的诱惑 对我将失去作用 这样我才能够立定于天地之间 比如说现在突然来了一个业务员 跟我讲了一个项目 哇 好的不得了 好到天上去了 这个时候 我很礼貌的 觉得还挺不错 听起来还不错的 但是我内心深处 要著作一个老子 我内心深处 要著作一个师父 那么我们就想 老子是圣人 而师父是效法圣人的 老子与师父 在面对这个推销源的时候 心里面会怎么想呢 会这样想的 老子会觉得 这个道 已经是天下最高最好的了 有一句话叫做 老子天下第一 已经是天下第一了 师父会怎么想 师父会想 这个道系啊 已经是天下的万事万物的根本 是根 我已经站在这个根上了 我已经获取了这个根 其他的那些东西 不止一谈 est顺开我 mungkin 有什么 非常 的 我们 我们 看